HELLO 大家好,我是MAX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親埔遇到的一些困難跟缺點部分 讓大家能夠好好的去想一下 是否是真的有必要在親埔這邊定居 首先我覺得就是上學的部分 其實以前來到這邊 最大的問題就是小孩子要怎麼樣能夠順利上學 那來到這邊之後就發現 早期幼稚園的選擇性很少 那只有一家,就是高鐵幼園 那現在已經有新增了千埔國小 還有千埔國小 所以現在目前的選擇性變多 但是因為現在入住率就是 千埔的新進的人活也很多 所以也是很競爭,也要進行抽籤 那再來就是國小部分 以前國小更慘 就是有清埔國小 那現在一樣有新增的千埔國小 但是還是一樣名人有限 其實國小很順利能夠念上千埔國小 但是它已經是最後一名了 就是說按照排序來講 陸戶級的排序它是最後一名 所以如果我們運氣不好 有可能甚至也沒有學校念 又要到外圍去 所以目前千埔國這邊主要是小孩子 要上學一定要找點陸戶級 因為它是按照陸戶級的時間 後來去評分 看你是否 反正就是大家都一樣嘛 都是戶級都一樣 那到時候入學的時候優先 以入戶口的時間 早跟短去區分 那再來就是醫療部分 像現在目前親婆我覺得最多的是牙醫 那目前一些小兒科的診所也有了 但事實上沒有像中立這麼多 目前我的小孩也都是要到中立去 要到市區去看醫生 那親婆這邊我覺得醫療部分就是 你應該沒有那麼的便捷 雖然有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是沒有像在中立的選擇性這麼多 而且我有試過在親婆這邊去看小兒診所 我發現很誇張 因為親婆現在目前的小兒診所很少 所以每當假日的時候去超級多人 所以我覺得醫療部分不行 尤其像比較 要比如說像要生小孩啊 還是一些比較 需要更深入的一些檢查 也只能到中立市區到大醫院去 那親婆這邊就只能算是究竟便捷就這樣 所以醫療部分我覺得還是比不上在市區這樣 那再來就是像課 就是小朋友他的課後的一些輔導 例如像游泳課啊還是一些什麼 柴醫課 其實親婆的選擇性也很少 像我之前我們都是跑到中立跟平鎮的 國民運動中心去上課 等於說你在親婆這邊 所以你如果選擇到小朋友有一些課後輔導 其實他的選擇性超級少 你還是只能往市區去 那親婆的確也有一些像跳舞啊 跆拳道啊 還有一些什麼鋼琴課 但是選擇性很少 對 所以這地方就比較沒有這麼方便 因為你畢竟從親婆這邊你要到市區 也是要十幾分鐘 對 到市區也不是說這麼快 一下樓就到 那再來就是像 目前在 就是吃飯的時候 尤其是在假日 吃飯也很麻煩 像現在 一般我們都在禮拜五禮拜禮拜天 我們有可能會外出用餐 那你如果沒有到市區 你勢必就往 華泰名品城或是A19 真是大將百貨 很抱歉 假日的時候 接近用餐時間 要排隊 排超級久 那至於像親婆在地的一些 餐飲的商家 其實也是排隊 沒那麼誇張 但是其實有時候你要去比較 應該想說位置比較好的 第一你要考慮停車 那再來就是去那邊 因為在地店家的餐廳的選擇性少 後來位置 就是熟門熟悟都知道 所以 有時候你在假日的時候 你要在親婆這邊 就在地的用餐也是蠻不方便的 其實後面我們都會選擇到 到中壢去 在假日的時候 在親婆這邊 就是往親婆的方向會有點小塞 但是往中壢的方向就還好 就是沒有想像中這麼塞車 對 再就是說 目前親婆的房價很貴 在17年跟18年的時候 房價還算便宜 現在的價格已經 聽很多人分享 其實都漲了 有可能就快 將近快一倍 有可能不到一倍 最起碼也翻了 也漲了 百分之七八 漲六成到七成吧 看你的區域 最下的房價也特別貴 所以現在你說真的在親婆這邊 你如果是投資 其實它價格已經很高了 你說以後會不會更高 其實 以我個人感覺來 其實它還會再更高 但是應該不是近幾年 有可能都要等到整個親婆成熟起來 才有可能價格會再往上 那再來就是親婆這邊很不好停車 其實親婆這邊 它是重劃區 它規劃很好 感覺到處都是停車場 但是在目前成熟的 比如說用餐的一些商圈 包含一些什麼小的診所 就是你要看醫生看牙醫 很抱歉 它的門口不好停車 有些地方 你甚至有可能 你要找停車位 就沒那麼方便 加上親婆 因為是整個 重劃區的關係 也蠻多紅線的 加上最主要是 現在到處都在施工 所以其實在路邊的一些 能夠停的停車位 其實很多時候 在週一到週五 很抱歉 也都是停了滿滿的 所以你如果說只是想 停個車 後來去買個東西 其實或是看醫生 很抱歉 我覺得在某些區是很不方便 我覺得還比不上騎摩托車 那再來就是 目前親婆這整體的消費 如果說以吃東西 就是實際住行來講 真的比 中立區或是在市區 會貴一點 就簡單一個舉例 我 自己常去全聯 甚至是在 家樂福 就是在整個 就是在親婆的全聯 跟家樂福 進行採購 後來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我會帶小朋友到 中立區的家樂福 或者是桃園的家樂福 偶爾都會帶上去那邊買東西 吃東西 或是採購 後來我無意間發現 就是 這是我自己發現 沒有任何的意思 就是 一樣的家樂福 A19的家樂福 它的定價 會比在市區的家樂福 定價會貴一點 這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同樣商品 我真的有發現 就是它會貴一點 那有可能是因為 畢竟親婆這邊寸土寸金 所以它的東西比較貴 也能夠理解 包含全聯也是 全聯它的價格 雖然是統一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 它的價格好像 也會比我們在市區的全聯來講 有些商品好像價格會貴一點 但是如果說 你沒有買很多 其實也還好 就很近 很方便 它有方便就直接買 就是這樣 那你不要小看親婆這樣 你說 親婆現在目前有兩個全聯 其實你只要在下班時間 其實都很多人 就是 好像大家都習慣往去全聯買東西 對 那再來就是 生活上很大困擾就是銀行 在 妹子剛來的時候 整個親婆 我記得是沒有銀行 是 那說最早的是台灣銀行 後面才又多了一個郵局 郵局之後呢 現在又有一個星光銀行 彰化銀行 三信銀行 那是三信銀行 還有一個就是土地銀行 就是銀行以前很少 幾乎沒有 現在也慢慢增加 但是 像 中國信託 我記得好像是今年會開幕 也是在清浦這邊 但是你至於其他銀行很抱歉 目前好像還 如果說你的銀行不是現在已經開幕這幾家 那你勢必還是要去到市區 這部分就有點不便利 那不然像繳費 比如說整個清浦 你說要什麼中華電信 還是什麼台灣大科大很抱歉 就是你在這通訊業 還有一些像什麼瓦 要什麼瓦斯費啊 什麼電費啊 水費 甚至很多政府機關很抱歉 你還是要往市去跑 所以整個清浦來講 就是真的是能住 生活 機能都剛好 但是呢 你也沒辦法 你也無法避免 要經常往市去跑 所以我的生活通常就是這樣 有需要的東西 就往市去去 因為現在清浦畢竟才剛 還在一直在成長過程當中嘛 所以 有很多地方的配套不足 這是能夠理解的 所以 在清浦這邊 你們如果說要來清浦這邊住可以 要來這邊買房子 在這邊生活都可以 其實 你想的時候就是它 沒那麼擁擠 有好的規劃 後來很多地方 房子都是新的 看起來沒那麼美奮 對 但是到處都在施工 生活上都剛剛好 我覺得就是只能滿足基本需求 那其他的就 看大家自己怎麼這樣去思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 就是 目前 MAX在這邊 親身感受到就是 親浦的一些缺點 那我希望它以後可以越來越好 謝謝各位 如果大家一樣 對親浦這邊有什麼想了解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 私底下或留言都跟MAX說 MAX也會盡 MAX的了解 就是自己知道了 都會願意跟大家分享 掰掰